除了大众交通运输 曾经是大家共同记忆的瑞穗乡泛州中心大头目像 也在今天正式拆除怡平 不少人也纷纷到场全程拍摄记录 而对处理在此超过四多年的大头目神像 倒下来的那一瞬间 地方乡亲民众内心更是百感交集 但也非常期待泛州中心的新建筑风貌 这众人的惊呼声下 出立在瑞穗泛州游客中心超过四十年之久的大头目像 往后躺平倒地正式走入历史 我送报纸35年 他这边也是送了35年 真的这样子 今天看他最后一个身影倒了真的好可惜 会不会很难过 会会会很心痛 毕竟每天都是跟他碰面 跟他就是比较有特殊的缘的话 我就会抓他主题来拍拍那个景 真的会很感伤 专程来这边做记录 对我专程来这边做记录 东莞出在今年4月初启动拆除瑞穗泛州游客中心整个建筑工程 今天进行拆除大头目作业 地方民众获之后也纷纷跑来现场 用手机拍摄记录着历史性的一刻 看见大头目像晴岛的那一瞬间 民众心情也百感交集 看到他岛的那一刹那感觉怎么样 心里 心好像水了一样 希望期待他会 他走入历史了 然后新的会把我们瑞士的特色景点 再更加的那个有特色这样 做得更有特色 感叹而实际亦成为历史 但对于新的泛州中心也有更多的期待 新的泛州游客中心东管处表示 工程经费约7500万元 预计今年10月发包 若工程顺利将会在2024年12月完工 现场拆除工程包商表示 目前旧泛州中心整个拆除进度也达到7成左右 因为机关的合并完成 可以拆除大约在4月21左右 他目前已经拆除约1成一半 大概已经大概7成左右了 但是因为碍于要环保分类的关系 跟土石方要分类 所以这进度大约还会延续 大概将近30天 这个倾倒下来以后 大约也是要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去做分解 秀库鸾西瑞岁泛州游客中心 1987年辟见至今将近40年之久 当初仿造排湾族头目形象打造的这一根大头目水泥柱 其实为水井以及水塔储水的设施 因为老旧再加上图腾和在地文化不太相关 所以决定一并拆除 而未来是否会重新建造类似原名的建筑意象 东莞处否定表示 未来新德泛州游客中心除了强化服务功能 一层高达6米高的建筑体 也将以融合周边生态环境的造型风格为主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 此记者消除了优定 这 MI� Lewis 感谢观看